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中国小数学的分数比大小 我把它分成四种 哪四种呢? 第一个可以比分子 比分子 第二个可以比分母 第三个 我们可以看与一的关系 第四个呢 是跟一半的关系 什么叫做比分子呢? 比分子的意思是说 比如说三个五分之一 跟两个五分之一 三个五分之一 三个五分之一 两个五分之一 那我们就知道说是三个五分之一比较大 那什么叫做比分母呢? 比如说二分之一跟三分之一 这里是一个二分之一 跟一个三分之一 二分之一大于三分之一 那这里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 那我现在再给你们写一下 比如说有五个七分之一 和五个十一分之一 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七分之一跟十分之一 谁比较大谁比较小 这里是说有五个大的 那五个大的就会比较大 这是关于比分母 比分母跟比分子 通常这两个都要做通分 把它通成分母是一样 或者是分子是一样 那你到底要通分子还是要通分母呢? 那你就要看题目 那如果说题目是三十五分之二 跟七十二分之三 一这样子看的话 当然是二跟三比较简单 那这里就可以乘以三乘以三 乘以二乘以二 这里是把分子变成一样 那我们就可以比较这个分母 那有的时候是分母比较简单 比如说七 这里是六 那这里是三 然后这里是二 当然我们这一题比较简单 这里是三嘛 这里是二又二分之一 当然是它大 那我们可以看七和六是比较大的数目 是二和三比较小 那我们可以就处理二跟三的问题 这里是比分子跟比分母 那我把它分成四种 那什么叫做一呢 一的概念 来举例来说 这里有两杯一模一样的水 那这里呢 是剩下的 喝掉的跟剩下的 它也是一杯水 那各位同学请观察一下 当喝掉的比较小的时候 那它剩下的呢 就会比较多 你看这里是大 这里是小 这里是小 这里是大 有没有感觉到 就好像说 就好像说 说三分之一 再加上三分之二 然后会等于 四分之一 再加上四分之三 这个三分之一跟四分之一 在做比较的时候呢 这个三分之一比较大 这四分之一比较小 那么相对的 这两个在做比较的时候呢 这就会比较大 这里就会比较小 这里是跟一的关系 来意思是说 两个相加等于一 如果说 这个部分比较小 那么另外一个 加速的部分呢 就会比较大 如果说 倍加速比较大 那么 加速就会变得比较小 看这里啊 那我来举例来给大家看啊 一三个部分 和一的关系 第四个部分 是和一半的关系 好跟一的关系 我再举例啊 再举例 来十分之九 和十一分之十 谁比较大 你看啊 十分之九 再加上十分之一 它会等于一 十一分之十 再加上十一分之一 它也会等于一 那么因为十分之九 和十一分之十 数目字比较大 那我们就不比它 我们就比下面的十分之一 跟十一分之一 那因为十分之一 大于十一分之一 所以十一分之十 会大于十分之九 所以它就比较大 通常这样子的提形啊 属于第三类型的提形 就是分母 减掉分子 它的差呢 是一样的时候 我们就使用这个方法 来一半 这个我在教的时候啊 很重感觉 不是说只有教分数而已 像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有一个蛋糕 它把它切成十片 那它的一半呢 就是五片 如果说有一个蛋糕 它把它切成十二片 它的一半呢 就是六片 什么叫做比一半 比一半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我今天有一个 二十四分之十一 和另外一片是 二十六分之十四 来 如果说切成二十四片 它的一半 照理是二十四分之十二 那如果切成二十六片 它的一半呢 应该是十三片 二十六分之十四 比一半要来得多 二十四分之十一 要比一半要来得少 那所以比一半来得多 要比较大 什么意思呢 莫莉老师再讲一遍 这里有一个蛋糕 一半在这里 这里有一个蛋糕 一半在这里 如果说这个蛋糕 它比一半还要多 在这里 在这里 那另外一个蛋糕呢 它比一半要来得少 它只有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不是比一半要多 这里是不是比一半要少 比一半要来得多的 它又会比较多 大致上 我碰到国中 国小的题目 只要关于分数的部分呢 大致上就靠这四种办法就可以了 那这个一半的提醒啊 比较少 是我根据这个多年的教学经验 发现也可以这样子去测验同学分数的概念 来 我今天有位网友问我一题 关于分数比大小的题目 我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在国中 国小的分数比大小的题目里面 它的差别在哪里啊 差别在说 国中的数学题目分数的题目里面呢 它有包含这个负分数 那如果说是负分数的话呢 我们就有另外的解法 那么其他如果说是在讲正分数的比大小呢 大致上呢 就采用莫莉老师刚刚跟你说的那几种方式就可以了啊 那几种方式呢 你还记得吗 第一种方式是比分子 第二种方式呢是比分母 第三种方式呢是一 第四种方式是一半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是要比分子还是要比分母 还是一还是一半 来 你有没有看到分子那么恐怖 分母也不遑多让都很恐怖 也就是说你要从这两个地方找手呢 就有点困难 那么 关于一的部分 它的特质它的特性在哪里呢 在于分母 减分子 它的差是不是一样 好我们来看看啊 四五六七八九 减掉二三四五六七 会等于多少 四五六七八八 减掉二三四五六六 减完之后它是多少 来减它是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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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 也是 那你们看到 这两个差是一样的 如果差是一样的 我们就可以采用这个办法 那你会问我啊 就那么臭巧吗 它就一定会是这个样子吗 真的它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啊 出题目的人啊 他出了一个题目出来之后 他必须要提供你解法 他必须要有一个解答的方法 如果说 他的分子很复杂 分母也很复杂 那他要怎么解决那个问题呢 就自己帮自己找麻烦嘛 那么他大致上 就会采用这三种方法 其中的一个 如果你看分子比较简单 那你就采用比分母 如果说你是分母比较简单 那你就采用比分子 这样子的方式 你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分数比大小 如果说是在国小 大致上 你就靠这三个 如果说这三个都不行 那你再试试看 它跟一半的关系是什么 来我们再继续一下这一题 好 这一题 刚刚说了啊 来 剪完之后呢 他呀 加上四五六七八九 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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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那这里呢 加上四五六七八八 二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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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就会等于一 这里呢 也会等于一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大小 同学你记住啊 这什么意思呢 这个的意思是说 有那么多个 四五六七八八分之一 这里呢 也是有那么多个 四五六七八九分之一 这个大 还是这个大呢 同学你看出来了吗 看出来 这个比较大 这个比较小 有那么多个大的 也有那么多个小的 所以说这个是大 这个是小 因为它比较大 所以呢 就换成前面的这个比较大 我们这题就解决了啊 同学记住啊 当你拿到分数比大小 如果今天你是国小的学生 你就想比分子 你就试试看比分子 如果分母很复杂 那么你就看看分子 有没有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就来比分母 如果这两个都不行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分子跟分母的差是多少 如果说这个也不行 那么我们就试试看 它要不要比一半 好 我们这题结束了